大家好,这里是佛之人频道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喜悦鬼节 最旺的生肖走大运 发大财的就是你 人人都渴望能够中大奖 实现一夜暴富的欲望 中大奖的人每天都有 但却不是你 不是因为你 不够努力,不够认真 付出的不够多 而是因为你的运气不够好 命里注定发不了大财 这六大生肖 天生就受到财神的眷顾 运气一向特别好 特别是在农历七月份 他们很有可能中大奖 成为身家百万 甚至千万的大富翁 过住衣食无忧的幸福生活 一、生肖牛 生肖属牛人农历七月之内 上半月还乏善可陈 没有什么惊喜产生 而下半月则会在吉兴 陆席的大力相助之下 迎来爆发 不仅好运接踵而来 偏财运也是好的不得了 非常有希望被横财砸中 赚到意料之外的收入 可喜可贺 总之财富开始急剧地增加 运势强大 实力不断得到加强 在职场行动更为有利 事业不断得到突破 会迎来一飞冲天的好运 地位得到加强 升职高位 财富也是水涨船高 甚至还有意外的横财入账 二 生肖虎 生肖属虎的人 在农历七月之内运势洪祸 属虎人才运行到本命之功 求财的门路大大得到拓展 会有很多新的业务被开拓出来 属虎人急剧进取精神 他们做事前进利落 给领导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本月属虎人事业顺风顺水 横财运入深 会有很多意外的惊喜出现 其中由于偏财运齐价 投资运良好 注定能收获意外之财 让存款翻翻 三 生肖狗 生肖属狗的人 农历七月里可谓是渐入佳境 上半月已经出现了 喜事降临的兆头 整个人神清气爽 做什么都有干净 心态积极 而下半月 得露存即兴的腐壁 偏财可谓是纷纷飞入囊中 轻轻松松地就赚到意外钱财 好运让人羡慕不已 总之在月底事业上表现极佳 财富收获也不小 农历七月之内子丑相和 就必有一笔横财要发 满面春风节节高 四 生肖龙 生肖属龙的朋友 这辈子注定要享受富贵 他们运气很好 无论是在工作上 还是事业上总是顺风顺水 很少遇到困难和挫折 他们命中注定要发大财 并且偏财特别多 在农历七月份 他们很容易中大奖 没准买一张彩票 就能赚个几百万 从此便可以成为超级有钱的人 享受奢华无比的生活 建议生肖属龙的朋友 千万不要浪费了自己的好运气 要好好把握 五 生肖姬 勤快执着的生肖姬 在农历七月有武德正神的保佑 最擅长是难为自己 不想对方难过 只好让自己难过 再加上贵人常常相助 还能得百万横财 财运将会无比亨通 财神庇佑 同时如果找到自己的目标和方向 贵人多注 仕途顺遂 六 生肖羊 属羊的朋友非常有爱心 才华横溢 而且做事情非常细心 因此能避免很多错误 在工作上他们能力出众 比较容易得到领导的赏识 农历七月开始财神下凡 横财添降 钱多福运好 生肖羊将会有吉星护佑 贵人八方盗 横财大运来 四方好运皆能如意 山海 寿比南山 年年有余 世事顺心 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肯陪老公吃苦 四大生肖女遇到要珍惜 撑过难关 越过越幸福 天生望财运 在婚姻生活中 学会患难与共 不抛弃 不放弃 就是最长久的深情 对于女人来说 越能配自己的老公吃苦 往后就越能财多利丰 东山再起之时 你便是他们心中最感恩之人 那么在十二生肖中 你知道哪些女人 就是这样的命格吗 生肖兔 属兔的女人 她们做事犹豫 但心思比较细腻 而且她们十分爱家 家人是她们守护的阵地 而且对于生肖兔的女人来说 越能陪老公吃苦 往后就越幸福 今后命中彩运两岁 一辈子年轻 不会老 还年年有余 生肖狗 属狗的女人 她们待人热情周到 同时十分善良可爱 在菩萨的保佑下 生肖狗的女人 总是能给家里带来滚滚财运 保佑夫妻两人财运不减 生活美满 而且她们越能陪老公吃苦 往后就越幸福 一辈子年轻 不会老 玩尽荣幸 生肖蛇 属蛇的女人 她们都是大孩子 同时纯真 朴实 而且很会做人 在家庭生活中 属蛇的女人 比较具有知性的智慧 而且她们命中忘夫一辙 越能陪老公吃苦 往后就越幸福 往后一路发财 富有得望 一辈子年轻 不会老 生肖马 属马的女人 她们勇敢正义 同时重情重义 而且性子顽强 脑子灵活 生肖马的女人 天生就有旺财运 婚后她们 能把源源不断的财富 带回家 保佑丈夫一路 财多利丰 子女也能前途远大 而且越能陪老公吃苦 往后就越幸福 命中鸿福齐天 一辈子年轻不老 拿摩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保佑诸位 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兄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才愿广静 笑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年年有余 世事顺心 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 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留下自己的心愿 在评论里点赞 祝福别人的心愿 自立等人 打愿就可以实现